親民變盤又來啊 國標報警不會不會好啊 緊算 你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 我跟你說 大家好 歡迎收看你會不會說 我是婉倫 我是千涵 我是李歐 唉 我跟大家講 台北股市 即將要突破 16579的前波歷史高點了 哇 不得了了 你們兩位有沒有覺得很興奮啊 有 大盤走出盤整盤 真的很開心 可是親民變盤又來了啦 對啊 我覺得不會現在漲一漲 回來放完假回來 就大疊了吧 你們真的想太多了 唉 你知道嗎 在農曆年假這麼長的時間 大家都會擔心說完蛋了 會不會變盤 每個字連假都要來一次 連假完結束回來 元宵節又喊 元宵變盤 親民節又喊 親民變盤 端午節 端午節剩一個月 是不是又端午變盤 然後中秋節 中秋變盤 哪來這麼多變盤啊 我們就是小反戶啊 你們真的想太多了 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變盤之說 我們要實事求是 你知道嗎 根據過去歷史25年 26年來長期的統計經驗 台北股市在4月份的時候 上漲的機率是多少 你知道嗎 多少 44% 44% 換句話說下跌的機率是多少 56% 不錯 數學很好 但重點是 感覺上跌的機率比較大 跌56% 但你要知道 下跌的機率雖然是56% 可是平均的跌幅是多少 只有0.2%而已 很少嘛 台北股市現在16000點 如果跌0.2%才多少而已 那如果它是上漲的呢 上漲的機率是44% 平均的漲幅有0.9% 比較多 是下跌機率的三倍以上 所以從這個機率來看 就算4月份 它是上漲1% 或者是下跌1%好了 16000點 這樣取診數比較好算嘛 160點嘛 那整個4月假設在這個 霞幅震盪160點的範圍之內 其實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指數的空間雖然相對有限 但是個股就像3月份嘛 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3月份講的 盤整出標股嗎 3月份就很多股票陸陸續續的 一檔接著一檔往上衝嘛 那如果4月份也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喔 如果指數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那這樣子很快的就漲完了 就漲完了 對啊 因為它漲太快了嘛 就直接突破前高啦 1659 衝 如果它是橫盤整理 那就很多股票會輪流表現 知道你是股市章魚哥了啦 但還不是要看外資的臉色 對啊 外資去年賣了台股5000億 今年就賣了3800多億了 那接下來它也會繼續賣啊 根據過去歷史的經驗你知道嗎 外資前一年如果大賣 比如像2000年網路科技泡沫化 外資是大賣 那2008年就來笑 外資也是大賣 但重點是前面大賣那一年 隔一年喔 它不會大賣 它會認錯回補 而且還會買的 有時候還會買的 比前一年來的更多 每次都這樣 所以你看到台北股市 去年外資大賣5394億之後 今年它早買晚買都要買回來嘛 而且你看今年又超賣了 今年一到三月份 又買了3300多億 那你要知道 去年5000加今年3000 合起來要買多少 8000多 那你覺得台北股市 要找到哪裡去你知道嗎 真的很可怕耶 但是就是外資就是鬼遮眼啊 怎麼個鬼遮眼 你怎麼知道他放假後來 我會繼續買 萬一他就是真的被勾到辣 我告訴你 他的兩隻眼睛 以及一隻眼睛打開了 為什麼 他開始認錯回補了 因為上禮拜禮拜五 他就開始買超231億 禮拜一又買87億 今天又買112億 短短三天時間已經買超430億了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這樣感覺是不是 金零的變盤 是不是就是外資認錯回補 我告訴你 非常有可能 現階段 你要知道 外資已經開始在買什麼 這個面板 面板 漲價缺貨嘛 金元代工 之前不是一直在賣台積電 在賣聯電 竟然外資開始買超台積電聯電了 對啊 這個就是認錯回補嘛 還有包含像航運 持續不斷的買超嘛 甚至於再生能源 太陽能 對啊 你看元金開始準備隨時隨地 要往上做一個攻擊嘛 越漲越多越漲越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情並不悲觀 既然如此 現在是不是要趕快佈局那些 外資有可能大買的標的啊 真的 你要提前在清明前佈局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 哪些標的可以提前佈局的 別忘了 立刻加入虎明當家的Telegram STOP17168 趕快加起來 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 訂閱加分享哦 VIO北共 我們下次見 掰掰